今天上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了 所謂《告臺灣同胞書》四十週年的紀念談話 提出了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等相關的內容 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要在此說明我們的立場 首先 我必須要鄭重地指出 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 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 其實就是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 今天對亞領導人的談話證實了我們的疑慮 在這裡 我要重申 臺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絕大多數臺灣民意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而這也是臺灣共識 景色嘉賢